你想一件事 这老板再错再傻 他知道什么人是为他挣钱的 你看人家叫溜须拍马 老板看到的可能就是他给我挣的钱多 没有一个老板傻到了 你能为我挣钱我还对你不好 你把这件事想清楚 其实生活里面的好多事也就通了 生活的真相是 有些一个月挣五万块钱的人 都不舍得买一个六千块钱的电吹风 有一些生活里面就挣一万的人 他可能能买一个一万二的电吹风 所以男孩的节俭也跟他的收入没关系 其实就是认知嘛 价值观是不同的嘛 姑娘我就让你想清楚一件事 我们一起在一起喝酒喝了一百块钱 你一分钱没花 我花了多少钱 一百 我为什么要花给你 这是我们要告诉所有女性的 这个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吗 没有 OK啊 那就不说了 最后妹妹的事真劝你一句 断干净啊 好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真情乐器 我们下午就会玩 我们下午就会玩 tit了 对 看看 对 好好在乎在乎我的感受 然后我也好好在乎在乎你的感受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的小朋友 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 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